然后03年啊 我就在望京买的房子啊 买的房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 是在那个那个 那会我订北京晚报啊 晚报里边有一个夹业的 夹在报纸里边的广告 啊是另外一个楼盘 另外一个楼盘 然后我想着 哎呦是吧 我是将来怎么办呀 是吧我这买卖 我这买卖也朝不保夕啊 是吧 人家说要你的货就要 说不要就不要 对吧 你有什么脾气啊 你也惹不起人家 对吧 那中国是一个人质社会 对吧 都是人啊 一句话就要你的货 一句话就不要你的货 你老得哄着他 是吧 万一哪天他不高兴了啊 你这个拍马屁 没拍好拍在马蹄子上了 或者说这个 是吧 他有一个他认为 哎 其他人对他更好 对吧 他就把你甩了 完了 再加上多少挣点钱 那怎么买个房吧 是吧 也就这点事 忘经啊 那会便宜才 六千二左右 六千二啊 03年的六千二啊 买了一个 一百五十多平米的 来这儿逛的 中国人挺多的 嘿 也有个别的黑人啊 中国人也不少啊 还是白人多 白人有的就是东欧的 俄罗斯那边的啊 乌克兰的 然后我去买房 那个售楼处的 哎呦 态度还不好啊 一看我穿一个跨栏背心啊 我这个人就是不修蝙蝠啊 是吧 这个 总是穿的特随意 跨栏背心 然后是迷彩的 然后那个大裤衩也是迷彩的 穿一个 最简单的那个皮凉鞋啊 类似于踏了板 后来人家不太 不太那什么啊 后来一出来 哎 后边那个售楼处一进去 哎 一个小矮个啊 人家不是说这个 有的人不长个都长心眼了 没小矮个一女的 也是北京的姑娘 哎 态度特好 我一看那个那个小区的环境啊 加上那个户型啊 哎呀 价格啊 哎 买吧 买一套 买一套150多瓶的三具 是吧 后来第二年到04年到04年稍微涨了点价 本来说再买一套吧 在其他小区 其他小区哎 人家还都卖光了啊 都卖完了 后来又回到本小区又买一套两具 后来到06年我就搬过来住了 06年 之前都租给韩国人 有一个韩国人开 跆拳道馆的啊 那三居一直出租 那三居的房客也有也是韩国人为主 啊 有一个韩国人欠我钱 后来不给啊 后来给了拖着躲起来了 说去香港出差了 还有一个在顺义顺义阳镇 顺义阳镇是给在顺义县城的那个 现代汽车 那不是中韩合资吗 给现代汽车做配套的一个老板 就看不去 很有様地的 你